S1盲女图兔这把的话遇到的是博士,博士抓谁 转身好,那这边的话看一下,一个冲刺已经有心跳了,那就硬6吧 狗也狗不住了,这把说实话,盲女6博士 我是真的不太能够看好这边的盲女啊 非常非常的困难,刚才这边没有翻这个窗 应该是怕博士一个冲刺冲进来,直接震慑带走 还是选择球稳,这里的话走位扭一个中刀 差不多再绕一圈,刀亮了没有啊,这边的话没有进入涌动状态的话 确实还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啊,跟你玩板子 但不确定就是盲女这边能不能判断到博士是没有进入到涌动状态的 因为你要回头看他刀有没有亮不亮,有的时候还比较难看清楚 好,现在刀亮了,这边一刀破板,再往前,有没有飞轮,往回扭 好,倒地,还可以,这个牵制还行,但毕竟毛女嘛 能够牵制的时间有限,现在的话密码机总量三台都修了大概70%左右 就总量大概两台机出头,古勇商这边面对一个涌动状态博士是不具备操作性的 就可以狗,可以扭,但是你想要去正面打 他得是博士给你一定的身位机会啊 这里一个中刀,飞轮有好,然后看,就是这波飞轮交完以后呢 如果说要交棍,就在这个时间点,刚才那一波的话 就在那个交完刀的那个中间,空隙阶段啊 一轮指哥拉满,我是有见过的 但是尼轮指哥拉满博士的冲刺依然能打出伤害 所以有可能还是要倒 这里的话是传送回去,针对毛女 嗯,一个交互点够用吗 这个交互点,中刀,没封住 但是博士现在已经进入涌动状态 毛女的部员玩板子是玩不动的,倒地 二刀,机子,三台 总量差不多接近三台,不到 难以想象这个局,穷者该怎么翻 嗯,先想想密码机啊 这里的话,三连,算是一个三连 只是这个三连的范围会大一点 然后呢,毛女现在所在的位置也在三连之中 也就是这个毛女是肯定开不到开门战的 肯定撑不到开门战的 这边回头去针对毛女 然后接到毛女以后呢,40秒下一波传送CD好 古董商需要把这边的三连机子给破掉才行 或者说,小丑,对对对对对 这边的机子先得破掉再行 这台机子破掉呢,这个局求着有望去打一个三人开门战来保平 但也仅限于有望,回头砸头 这波砸板子倒是还蛮关键的 这波砸板子,然后再利用一个板弹加速 还能再绕一圈 哭泣小丑这边的话似乎有想要来操作 想要来掩护扛刀 因为外面的话作曲加一台,古董商这边一台 打一刀哭泣小丑 然后哭泣小丑这边的话火箭炮CD快好了 来一炮吧 镜头还是给到盲女啊 这边盲女其实已经 已经没有太多可操作的东西了 但是哭泣小丑这边是给了一发火箭炮 又让他在这个板子里面 并且哭泣小丑这边扛刀 看一下要不要招重击什么的 一个刀带走哭泣小丑 那这样的话专心破译 密码机点亮了 盲女这边是有飞轮的 哭泣小丑这边再给了一炮 扭掉 还在玩 大哥 不是这这盲女还能玩的动 真的这厉害的盲女啊 就这一块小小的板子绕了800年飞轮躲 然后再进再进 砸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还想扭一轮 好这边的话门能开吗 传送 传送 这里 一刀 呃这个门说实话差的不多 来镜头给到古董商 哭泣小丑都在 这边是想要来强行点 一刀古董商再倒 古董商二刀 哭泣小丑这边门能开吗 这边的话要教自己再倒 三个人全部躺下 有一说一稍微有点投铁了 啊这 起不来 oh my god 四人开门站 四抓优势在我 拜拜